我们分成健康的人 还有就是 另外是已经进医院 因为我的学生里面 很多我们接触到是 在医院里面有需要帮助的人 那如果我们先讲 是健康的一般的学生 他们的练法 可能就是叫一般的 他先从自己 关照自己的身体开始 他认为说 自己的身体可能在某个年龄层 也许出现了某些 我们这个叫做治胃病 还没有生病以前 你要先去治胃病 华佗有个哥哥 华佗就称赞说 我的哥哥的医术更高明 那他医的是什么病 就是治胃病 治胃病就是我们现在 放在现代的语言里 叫做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就是 你还没有到 已经必须是病入膏肓的时候 要医生下很重的药的时候 你就必须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那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除了你说 现在很流行 大家一起去跑步 你之前你应该先对自己 有一个观察跟观照 那太极拳就提供了这条路 能够让你很仔细地 去观察你身体从上 我们从虚拎顶性 一直到气沉到涌拳 这整个的从上到下的一个观照 这是对你身体的初步观察 有的人因为练了太极以后 本来是觉得自己身体 应该是只觉得筋骨不舒服 他练下来以后 有个对照发觉 左右边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练下来 没几个动作 他发觉他喘得不得了 我们就会建议说 你应该先去做一个 医院的心脏的心电图检验 有的人真的就检查出 一些问题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是致胃病 那另外是已经医生诊断 是确定是什么样的疾病的时候 例如说我们有一些学生 很明显的是像Parkinson Parkinson的病人 他的平衡是最大的问题 那我有一两个学生 他因为Parkinson 他来的时候是全身发抖的 那平衡是很不好的 可是他很勤劣 通常最好的学生 都是生病的学生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每天练 那个效果出现的进步的幅度 他每天看得到 他每天给自己能够打出一个 一个进步的分数 健康的人倒是体会没那么清楚 那生病的人 例如说Parkinson的病人 我有个学生 他练下来三个月 他每一天 在那个家里 除了一个礼拜来上我一堂课以外 他在家里每天就看着DVD 就所有的课程的内容 他都打一次 那他未必打到套路 他打的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工法模组 等于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核心的工程 那他真的跟着练 每天至少一个半钟头练下来 他现在 他儿子是研究所毕业 他最近就说 儿子研究所毕业要去欧洲 他很可能就是因为把自己设在这个目标 他希望跟他的儿子去欧洲玩一趟 他准备去欧洲玩三个月 那我说 哇 他真的可以走 走得不错了 已经现在我们走不行 他也都全面的跟 而且呢 手虽然还是会有一点发抖 这个是难免的 但是我发现很有趣 他打太极蝉丝的时候就不抖 他放下来 尤其是跟他讲到说你这个手怎么样 或是讲到他的病的时候 他就开始抖了 那如果是开始练蝉丝啊 练匀手 他不抖 他可以寻着那个路线做 那走步也可以保持比较平稳 因为太极拳很强的部分是下盘 所以对于Parkinson的病人 在下盘的激励上面强化以后 他的平衡感也会增多 他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增加了以后 对于他的平衡力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现在即使一个Parkinson的病人 他年纪也蛮大 他可以出去旅行三个月 而且我说那你旅行当中怎么办 我会带着DVD每天看还是每天打 所以我觉得对于即使生病的人 他的生活品质能够有所改善 那另外就是像肩猪炎 或者是纤维肌痛症 属于疼痛症的一些病人 也在这方面 因为从事了太极的活动 有了很大的改善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太极的每一个动作 几乎身体是在绕环 等于是都在缠绕 你的手也在缠绕 你几乎最后到每一个你的肌肉 到很缓接的地方 你都会感觉是微微地在缠绕 那这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所以对于这个长期练下来 如果是身体有病痛的人 他马上发觉有得到了舒缓的作用 这个是立即的一个效果 所以病得越深的人效果越强 现在这个气喘也是在台湾 也是一个这个小孩子的国病啊 几乎很多的小孩不是过敏 就是气喘 那我们也在两个小学里面教学 发觉有过敏的小孩子 经过大概三个月 通常是一个学期左右的训练 而且每周只有一次 小孩子当然有小孩的练法 要加上多一点的强度 那所以是为小孩子量身定做的 特别是开呼吸机 这方面的一些运动以后 他们明显的三个月做下来 还是有一些成效 这个成效呢 也是现在也是在写成一个医学的论文 就是对于气喘上面的病痛 有一些舒缓的作用在 感谢您的感觉 可能有什么症状